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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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Forever Summe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我自己非常的期待 就是唇膏的分享跟評比 近幾年來裸色的唇膏 土色系的唇膏 MLBB色 豆沙色的唇膏 就是這股風啊吹了好久 都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今年MAP出的中藥系列啊 現在又出了奶茶系列 其實都是土色裸色唇膏的風潮 我這幾年也累積了非常多的品項 尤其是當液態唇膏正紅的時候 我真的是把人家說好用的品牌 都買回家 我覺得唇膏算是 以化妝來說 最容易入門的一項單品 如果你不要買湯服 也不要買Pet My Grass的話 它的費用都比較能夠負擔得起 唇膏還有收納的時候也容易非常非常的多 再加上其實你不太需要什麼技巧 你就是你的嘴唇就這兩片嘛 深跟淺 薄塗跟淺塗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唇膏啊 是一個很好入門的單品 然後會對你的氣色跟對你的妝感 都有很大的加分的效果 我的唇膏收藏裡面 我大概算了一下總共有16個品牌 跟28支偏裸色偏土色系的唇膏 那我覺得如果今天都把它們講出來 塞在同一集的話 你跟我可能都會做到屁股壞掉 所以咧我今天決定 我還是把這種一般的唇膏 先把它拿出來說 液態唇膏的部分 我希望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敲個碗好不好 敲個碗 那我講一下 我自己的膚色是黃二白 比較偏黃色系健康膚色的吧 那我今天的粉底是用 MAC的NC20 90%的光源都是由窗戶進來的 所以我們就趁今天天氣還這麼好 光線還這麼充足的時候 就是很真實的呈現這個唇膏的顏色 嘴巴上色跟手臂上的試色 還有一些心得會在影片的中間 慢慢的地分享給你們聽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今天的主角們總共有13位跟8個品牌 開架的跟專櫃的都有 講到唇膏怎麼可以不先提到MAC呢 MAC他們家真的是專櫃裡面CP值最高的 一支以台幣不到1000塊來說 各種質地各種顏色任君挑選 你想要選不到顏色都比較難 第一支是Smoke Almond 這個顏色啊比較偏紅一點 活擦厚擦都非常的好看 那我通常都是比較厚塗啦 它真的是非常的保濕 非常的濕滑 它是會有一點點存在感的 但是它的存在感 完全可以接受的存在感 我覺得DOW這個顏色啊 非常非常的有個性 這顏色啊就裸很多吧 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真是要找裸色系 質地價錢顏色最好看 很時尚的顏色就是它了 MOKA的這一支的顏色 我覺得是介於Smoke Almond跟DOW中間的顏色 那因為它這是子彈頭的設計 所以它其實啊 唇膏尖的地方 比那個零色差的系列 它是比較沒有零角的 所以以塗唇膏來說 我覺得這是更好用的 這種形狀 會比零色差唇膏再薄一點點 嗯 但是也是有存在感的 然後是很舒服的 這三支啊 質地都是SATIN 然後都非常非常的好塗 在你唇部狀況沒有到很好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用的唇膏 這支是亞斯蘭黛的唇膏 我覺得其實現在塗起來 還真蠻醜的耶 310號 它的顯色度也算是很好 我覺得它質地的關係 就是在塗的時候 顏色會滑來滑去的 比較沒有辦法這麼的均勻 就不是只有我用 就朋友我們一人買了一支 一樣的感受 我們就是不約而同的提到 欸你他們在用那支唇膏 我說沒有 因為它真的是 塗來塗去會有點 辣茶的感覺 所以我朋友也說 欸它也是這樣耶 很不均勻 所以我們兩個後來都沒有什麼在用 但是這個顏色 如果你是皮膚白的人 可能少女是非常非常適合這個顏色的 它是比較鮭魚粉的那種裸 接下來這支就是By Beauty的 它是真的比較粉紅 然後非常非常的裸 比較偏紫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氣色不是很好的時候 然後擦它 我覺得不會讓你氣色變得比較好 你要眼妝比較濃的時候再塗它 它的包裝也沙沙霧霧的質感 欸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超甜 你聞起來跟吃起來 味道是一樣的 然後我這一支顏色是Honeycomb 我覺得它跟MAC的這個質地有點類似 但是又更厚一點 然後它真的是很甜 所以我家小狗很喜歡在我塗它的時候親我 雖然說By Beauty它的原料 聽說都是非常天然的 但是唇膏這種東西 畢竟有顏料在裡面 還是不要多吃比較好 續航力 我覺得沒有MAC的這個這麼好 可是它其實保濕度跟顯色度 順滑度都非常的厲害 只是我覺得它有點過厚的感覺 接下來這支就是Bobbi Brown的 它就是更水潤 你看起來嘴巴很丟丟的感覺 它真的用超快欸 我不覺得我用很多次啊 它就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這支顏色叫做Ballerina Pink 它水潤導致它的飽和度有點降低 那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覺得它這樣子水潤 在你唇部狀況不好的時候 應該就是很能夠滋潤你的唇部對不對 其實並沒有 我覺得它在唇部狀況不好的時候 根本塗不上去 因為它太水潤 所以你如果說有個屎皮 它就完全卡在你的屎皮 然後就是讓你的屎皮更明顯 所以你在唇部狀況不好的時候 其實不太能夠用它 如果你是比較追求日韓的那種 比較淡的妝感 裸色系 可是又不會太乾的人 然後你唇部狀況又很好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它 接下來這一支 是大名鼎鼎的顏色 就是Lolita 2 但是我這個是唇膏 我也有它的液態唇膏之後再說 這支唇膏吧 我就是衝著它的包裝買 當然它有顏色啦 因為我真的是非常喜歡 它的液態唇膏的顏色 這支像是乾燥玫瑰 再加一點紅棕色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顏色啊 跟Smoke Almond 有一點比較像 一一一支跟最後一支顏色 但是它們質地上不一樣 然後它的質地就是比較乾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你想像到 你用到的霧面唇膏都是這種 其實它的價格也不會特別貴 跟很多那種化妝師啊 網紅的品牌 比起來我覺得算是比較合理的價格 我覺得液態唇膏顏色 比它更好看 更偏橘一點 就是做成液態唇膏跟唇膏 在顏色上還是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這一支唇膏 其實顏色算是OK 但是我覺得它太乾了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它 好接下來這唇膏是韓國的 叫做Too Cool For School 這兩個顏色啊 就是它們所謂的楓葉菊 我覺得有點像現在的泰奶色 超好看 然後它質地非常非常的薄 我覺得它的薄的程度 應該是今天裡面 塗起來是最薄的 好這兩個就是01跟02 這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你看這個顏色可不可愛 然後它的價錢又非常非常的能夠入手 1號 我覺得這顏色啊 以奶茶的顏色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很可口奶茶系列 比較橘 有一點點存在感 但是它是很薄的存在感 這顏色啊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非常難找到的 02號的顏色再深一點點 再偏紅一點點 它是沒有光澤感的喔 好好看喔 好接下來也是大名鼎鼎的 Maybelline的這個系列 我這支是560號 顏色是Role Chocolate 也算是比較塗色 比較暗黑系的塗色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偏紫 偏灰的顏色在裡面 它跟BiBeauty的這個啊 有一點一曲同工之妙的色系 所以其實如果你妝感不是很適合的話 不是那種可以隨手拿起來就塗的顏色 我覺得它真的是完完全全媲美專櫃的質地 它雖然是霧面 可是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種會乾的霧面 它主要膏體還是比較滑潤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不舒服有緊繃感 這個是霧面 這個也是霧面 但它的霧面比這個濕化非常的多 它顏色選擇其實也算是蠻多的 我覺得台灣屈塵式的顏色 比澳洲這邊可以買到的多很多 如果想要試試看 露手裸色系唇膏比較好買的話 真的就是去Maybelline找就對了 唯一的一點就是 因為它畢竟是開架 價錢很便宜 它這招 你看 推不會上來了欸 然後也回不去了 就是 一個很危險的唇膏 這邊就回不來了 我的天 就死在頻道裡了 天啊 它也選擇一個太完美的方式 結束生命了吧 我真的弄不回去欸 好 先放旁邊 好 接下來 都是Colourpop的這個系列 這一支叫做Quickie 這支其實是跟某個YouTuber聯名的 但它顏色很好看 然後它應該還買得到 這支顏色就真的裸了喔 出完之後 有沒有很歐美 嘴唇就消失在我的臉上 使用它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一個場合跟你的妝容啊 還有你穿搭的等等的這些狀況去配合它 如果你真的是在找這個顏色 那種 你知道很多歐美的人畫完 是希望嘴唇可以消失 但是不是用遮瑕膏把嘴唇蓋掉 是用唇膏自己本身的顏色 而且它又是比較滋潤款的 它不會讓你嘴唇感覺到很乾 它這個顏色就真的還不錯 有時候我覺得撐不起來 我就會再多加一個唇線筆 讓它的顏色再出來一點 再深一點 Colourpop的這個費用非常的低 然後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質地 這個質地應該算是Queen的 非常非常的好圖 非常非常的飽和 我近期最愛的影片裡面 就有講到這兩支唇膏 因為我有時候會把它們疊在一起使用 因為這支算是比較深 它紫色跟灰色的調比較重 但這一支又是粉色 Beige的那種顏色比較強烈 所以我就把它們兩支一起拿來使用 Maybelline的這支是Colourpop的 好 接下來Colourpop我還有兩支 Colourpop其實它最有名 最原始的就是這個lipstick 這一支的顏色叫Bring的顏色 真的好久沒有用 它顏色真的好好看喔 然後塗的時候你會真的覺得 哇 好蠟筆阿 顏色真的很美 然後它有一點點比較厚 但它不會讓你乾 很好用 也很美 很顯氣色的一個顏色喔 這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討論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顏色真的是很值得大家 繼續使用它 但是這個阿 如果你對氣味很追求的話 它的味道阿 我覺得比MAC的味道更蠟筆的味道 這一支Colourpop的唇膏 算是lipstick之後出的一個系列 它叫做Bloated Lip 然後它的顏色阿 是很好看的橘色 橘裸色 想要那種未素眼我都覺得它蠻適合的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就真的比較鬼打牆的 跟今天有提到的其他顏色就真的蠻類似的 上唇之後啦 它們兩個質地蠻像的 那如果你們在塗這種比較薄的唇膏 你可能會覺得上色效果並不是很好 那就是看有些人喜歡比較油的質地 比較厚的質地 我覺得這三支算是質地比較厚 但是又比較 就是一筆塗上去就顯色純程度之好 比較奶油 比較creamy的系列 那最後的我覺得就是buybeauty的這一個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它 我覺得沒有到這麼喜歡 如果要推 我真的真的真心的還是推MAC的這一支 那lipstick它這支就是 它很好攜帶很輕 然後很好塗 感覺你就是趕時間在路上塗都不會塗出去 因為它的筆頭啊就是比較小的那一種 好啦 今天這個顏色裡面看出來 我覺得 其實沒有到很鬼打牆啦 每個顏色都不太一樣 然後主要是質地 跟它的undertone 就是它的色調 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的顏色呢 是這個dow 可是dow有時候 我如果妝感 或是我自己穿著 沒有到撐得起來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太nu 如果說你想要進入裸色唇膏的世界 真的是MAYBELLINE跟COLORPOP這兩個系列 這兩個品牌 都可以從裡面去找 如果你比較追求專櫃的品牌 或是口袋比較深的話 那當然就是MAC 這個是真的是完完全全可以入門的 有些人比較適合冷色調的裸色 有些人比較適合暖色調的裸色 那今天的色調主要都是暖色為主 我也有買到一些是 比較中性色調 比較冷色系的 例如Honeycomb 這支BITE BEAUTY的 還有這支RODE CHOCOLATE 都算是比較冷色調 那今年流行的泰奶色 這支是TOO COOL FOR SCHOOL的 我覺得如果你們喜歡這個顏色的話 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終於完成了我的唇上試色 跟手臂上試色的第一支唇膏評比 希望我今天的影片給你帶來一點點的參考價值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在下面訂閱之後再離開喔 那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